今天氣溫有點低,有沒有做好一些預寒的準備 這個溫度剛好,因為騎車會發熱,太熱當然不行,太冷也不行,今天溫度差不多,16度 那今天有沒有信心可以騎到哪裡?明年還會繼續一日北高嗎?還是最後一次? 有能力騎就騎了,不過這已經響出新的口號,一個人騎得遠,一個人騎得快,一群人騎得遠 那麼長的距離,如果用借力賽就比較容易 那目前是預計到彰化嗎? 我在想到彰化就極限了 今年練習時間比較少? 1月13號選完,再來卸票,再來農曆過年,等到可以練的時候剩下不到一個月 那主席問一下時事題,昨天晚上台北市又有地層下限,那你怎麼看剛剛好在你卸任後好幾起地層下限? 那台北市本來就是那種地層下限,那個叫潛市區,那個其實去公務局的網站上看可以看到,我們地層下限,潛市區有好幾個 因為本來以前這個地方就是盆地嘛,所以本來就有個問題 那你覺得這是建商的問題嗎?還是本來地質就是要多進一步的建築? 應該是這樣啦,我們做的地圖已經相當完整了,應該說高危險區要能夠事先知道,要做必要的措施 那主席另外現在都是規劃就是一週有兩天會到這個黨團親自開會 那就會有一些聲音要怎麼擺脫這些寄生國會的指引? 我們現在是,我還發現喔,那個我們黨團變大以後,那個黨團的薪水根本就不夠顧那個黨團助理 所以我們現在是中央黨部出錢,請他們去黨團上班了 現在不是國會寄生,現在不是寄生國會,現在是國會寄生喔 好,來好,請腳踏車 好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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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那我們就上工了